大家好 我是Kiraku Ryoko 喜乐律师的导游婷婷 这是一个介绍在日本适合家族旅游的时光景点频道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那导游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我们今天要去日本第一大湖的琵琶湖 我们上展望台看着360度的一个琵琶湖 它是台北的2.5倍大的哦 那另外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特别 非常好吃的一个甜点 你想知道吗 那就跟着我们走吧 ok let's go 琵琶湖是日本第一大淡水湖位处于知鹤县 从京都坐电车过去只要30分钟 地理位置上面是非常方便的 琵琶湖总面积670平方公里 占整个知鹤县的六分之一的面积 而琵琶湖一圈是241公里 也就是开车大概要4个小时的一个距离 在琵琶湖最狭窄的地方 竟有一个叫做琵琶湖大桥 桥以北的地方我们称为北湖 桥以南的地方称为南湖 我们今天要前往的地方是 Biwako Hakotateyama 也就是琵琶湖香管山缆车 那也就是在湖北的地方 本来只是个滑雪场 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 开始在夏季种起了百合花 扫把草等季节花卉 成为关西的赏花名所 更在2018年的时候 开了一个LARP的 没有灯造型的蛋糕 冰淇淋店 成为软红一定要来打卡的一个地方哦 在我们前往琵琶湖香管山山顶之前 我们必须先乘坐缆车才能抵达海拔 630公尺的花海处 搭人来回一张车票是1500块日币 在入口处他就把车票全部收走 回来的时候你就不用拿出车票 就可以直接坐缆车下山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不然像我大概100%就会把车票弄不见 缆车全长是1323公尺 大概是15分钟就可以抵达山顶 当缆车升起到一半的时候 你目前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琵琶湖的全景 而天气好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对岸的金江富士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辣布的餐地 我们点了一个秋天仙地版的油木巴黎的パフェ 我们现在要来吃它 然后这个非常特别哦 它后面还有一个安全的 因为它把它已经打掉了 那我们要把它拿下来啰 哈啰我们来看到这个叫做萨拔草 萨拔草原本呢是绿色的 那后来在9月的时候会是绿色的 10月的时候会长花出来 然后渐渐的呢到11月底之后 就会变成咖啡色的 那这样子到时候11月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结成起来 变成我们一般的咖啡色的烧把咯 日本是一年世纪非常明显的一个国家 所以一年世纪都会有一个美丽的风景 说到散花 你就会先想到樱花 藤花 枫叶 但是最近今年非常夯的 也就是10月秋天的红彤彤的萨拔草 在关系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 琵琶湖香馆山 缆车这个地方的萨拔草 萨拔草它总共种株了 大概是2000株的萨拔草 而且背景就是日本的第一淡水湖 你说你怎么可以不赖这个地方呢 现在你收看到最后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带谁一起来 或者可以把这影片传给他哦 最后记得打开小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谢谢旅行 我们下次见 拜拜